今年第一季度总体就业情况出现萎缩 减少了8500人 而裁员的情况则是有所好转 第一季被裁退的人数环比减少 但是同比大致上持平 人力部发表今年第一季劳动市场预估报告显示 上个季度就业总人数增加超过2000人 但是今年首个季度减少8500人 而主要原因是海市和建筑业疲弱 造成这些行业的工作准证持有人数减少 今年3月经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的 本地居民失业率为3.2% 公民失业率是3.5% 同去年12月相同 如果包括外国人在内 整体失业率则是稍微上升0.1个百分点 达到2.3% 另一方面裁员情况出现好转 第一季被裁退的人数为4800人 比去年第四季的5000多人相比有所减少 制造业裁员人数减少 建筑业和服务业则持续上升 畅裁员人数减少